环球网综合报道,据日本共同社2月11日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地时间11日与法国海军造船局,原地CNS, 法国国有船舶制造企业,签订订购合同,将同法国公司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 共同开发研制新一代潜艇。 报道称,此前有传闻称,澳法在合同签订期间, 曾因知识产权及交付时间,难以协调导致项目进程缓慢。 德国与日本也参与了澳大利亚本次潜艇项目里竞标, 但在2016年4月,与其失之交臂, 澳大利亚目前拥有的6艘科林斯级潜艇服役时间较长, 老化、故障等问题频发。 澳政府计划与别国共同研发的12艘新潜艇, 将取代旧潜艇,入列澳大利亚海军。 实习编译,马严审稿,王欢,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提, 导弹部队的影子对手,走进火箭军某蓝军部队。 新华社记者李冰峰。 寒冬的下午,记者踏着积雪,走进火箭军某蓝军部队, 发现白雪覆盖中的军营。 到处一片寂静, 那些将一只支导弹净旅折腾得够呛的蓝军咬无踪影。 这支蓝军部队, 被称为战略导弹部队的影子对手, 影子对手在哪里? 他们在红蓝对抗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带着疑惑, 记者穿行于崇山密林之中, 在一处处隐蔽的导弹阵地, 一支支蓝军分队一一现身, 于无声处起惊雷, 一支支客栈分队依托地形隐匿弦行, 随时可出其不意, 给红军致命一击, 一辆辆看似普通的装备车, 或在山澳中, 或在道路旁隐蔽展开, 营造出逼真的实战氛围。 蓝军的发展史, 其实也折射出火箭军实战化建设的历程。 从蓝军部队成长起来的该部指挥员介绍说, 从参加红蓝对抗的导弹部队出发开始, 一直到他们撤场回营, 蓝军部队都是如影随形, 帮助他们练强练硬打仗本领。 记者登上蓝军分队的一个指挥方舱, 见席位上, 端坐着一名明精干的蓝军官兵。 根据一幅幅侦查图像, 指挥员程志祺, 快速下达一道道命令。 几名蓝军官兵熟练操作, 让红方的导弹发射行动严重实质。 我们就是要成为导弹部队衡量战斗力高低的尺子, 暴露能力短板的镜子, 瞄准核心能力建设方向的靶子。 分队指挥员郭新武说, 不过, 要成为一支支敌、向敌、超敌、胜敌的蓝军部队, 路还很远, 必须加快步伐。 这支蓝军部队的领导说, 我们给每个号位, 每个官兵制定了能力标准, 进行岗位资格认证, 全方位提升蓝军部队实战化对抗能力, 不分地域, 不分季节。 导弹部队的影子对手在行动, 让越来越多的导弹部队, 在与他们的角逐中协会打仗, 获取通向未来战场资格证, 中心网1月19日电, 综合俄媒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两架苏34战斗轰炸机, 18日发生塌撞, 截至目前, 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两名飞行员的遗体, 18日, 两架苏34战斗轰炸机, 在日本海海域上空发生塌撞, 飞行员逃, 落入达达海峡的冰冷海水, 俄国防部表示, 在进行搜救行动时, 又发现一名苏34战机飞行员遗体, 搜救船舶已将这名飞行员的遗体, 打捞上船, 俄罗斯文传电讯社援引俄国防部消息称, 在此之前, 搜救人员已经发现了一名领航员, 获救后, 他接受了医疗救助, 其身体状况令人满意, 另外还有一人的遗体, 被从水中打捞出来, 此前, 也有媒体援引俄国防部称, 已经有两人获救, 报道称, 搜救行动, 仍在继续, 俄国防部表示, 屠副142, 安抚12, 安抚30飞机, 几米副8直升机正在参加搜救行动, 此外, 5艘船舶在飞行员弹射海域进行搜索, 俄太平洋舰队的6艘船, 也正在赶往搜救海域, At the civilian dead post, 7,531, 新华社安卡拉1月8日电, 国际观察撤军生变土美关系在趋紧, 新华社记者施春勤艳阳,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8日表示, 土耳其不能接受美国对人民保护部队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保护态度, 土方准备在叙利亚开展新一轮军事行动, 当天,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同土方官员会晤, 但埃尔多安未会见他。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最近改变态度, 就从叙利亚撤军设立新条件, 使土美双方分歧加深, 两国关系在区紧张, 这也给叙利亚未来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土美分歧加深。 博尔顿八日与土耳其总统发言人, 伊布拉辛卡林举行会谈。 他的主要目的是, 游说土方接受美国新提出的从续撤军条件, 并放弃对许库尔德武装动武。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奎斯会晤后说, 博尔顿与卡林就美国总统特朗普, 关于美军, 以适当节奏撤离叙利亚东北部的决定, 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 与美方表态, 试图淡化美土分歧不同的事。 埃尔多安在执政党议会党团会议上, 严厉批评美方立场, 称土耳其不接受美国将确保人民保护部队安全, 作为从叙利亚撤军的条件。 他表示, 土耳其决心, 清除去北部恐怖主义走廊。 此前, 博尔顿在六日访问以色列时曾说, 美国从叙利亚撤军, 需要满足特定条件, 包括清除伊斯兰国在序残余势力, 以及确保美军在序的库尔德盟友得到保护。 长期以来, 土耳两国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合法性问题上分歧严重。 土方认为人民保护部队是土耳其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 属于恐怖组织, 而美军一直通过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 与人民保护部队密切合作。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土耳其政治分析人士塞尔坎德米尔塔什认为, 上月特朗普宣布, 将迅速从续撤军。 这令土耳其产生乐观情绪。 但这种情绪现在已经消退。 随着近期美方态度的转变, 土美稍有回暖的关系, 又重回紧张状态。 库尔德问题将继续加深土美分歧。 土耳其方面认为, 铲除旭库尔德武装, 事关土国家安全。 美方要求土耳其放弃打击库尔德武装。 这无疑触及了土方的红线。 旭局势变数增多。 分析人士指出, 土美未能就库尔德武装问题达成共识, 给叙利亚未来局势发展, 增添了更多变数。 一方面, 特朗普政府近期改变了迅速撤军的立场, 称没有撤军时间表, 并未撤军设立条件。 据美国媒体披露, 美国撤军行动尚无具体方案, 撤军进程可能延续数月甚至数年。 这一不确定性, 将令叙利亚局势更加复杂难测。 另一方面, 土耳其在打击库尔德武装的问题上进退两难。 土耳其舆论普遍认为, 土耳其虽然立场强硬, 但美国的明确反对, 无疑将是土方军事行动的阻力增大, 风险上升。 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侯赛因巴哲认为, 目前来看, 土耳其在撤军条件的问题上, 很难达成共识。 但是, 在可预见的未来, 土耳其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也不高。 土耳其可能会尽可能争取美方合作, 同时继续保持对叙库尔德武装的军事压力。 此外, 土耳其智库经济和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尼尔根指出, 认为在美国撤军后, 土耳其能全面接受打击再续伊斯兰国残余力量的观点。